那我們現在就要進行蘇法院的這個預算協商 那首先我就介紹今天列席的行政所長 首先介紹蘇法院秘書長林輝煌先生 再來介紹蘇法院法官協院院長周詹春先生 再來介紹蘇法院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林燕文先生 再來介紹法律輔助基金會董事長范光群先生 介紹完畢 那現在我們就看這個預算 首先是看117案這個已經測案 118案也已經測案 再來看119案通商120案通商就是不予處理 那再來121改組結役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就通過 122改凍結一千萬元 然後書面報告沒有意見就通過 好再來是123通商就不予處理 然後124凍結219萬元專案報告 這個我們有困難 好有困難 這個有困難 已經在這個裡面 好有困難 那就 沒有秘書長這個你要改的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修正的那個部分 這回合就是到目前為止 特別會 就特別會 我們就全部都保留嘛 這個一個原則 前面都是這樣 各機關都一樣 好來 第二五案 等一下 我要看一下說它是怎麼修啊 因為現在大家就是 就是我的要求很簡單嘛 就是公佈調查報告 就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都要成立調查小組人員 已經 看這個已經 他的 這個案子可以不佈了 他現在 那個1月18號 他已經有 開記者會了嘛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那你的調查報告沒有公佈啊 我們那個調查報告 因為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 18條一項四款 那個監察院 他們是作為一個政府機關 因為他們為了實施 呃 呃 彈劾權 所以 呃 我們的調查報告送給他們 是為了要讓他們 進一步調查 或是做彈劾審查 那麼如果公開 可能會妨礙 或是 呃 去 去 阻礙他們的 這個 呃 監察權的行使 因此啊 呃 我們必須 呃 尊重他們沒有辦法 主動公開 那你是說要四個 那個 邱總召 現在我們針對一算案好了 好 因為一算案 要成立掉月小組嘛 等來掉月小組的時候就可以掉月了 好 好 因為一算案 特別會我們各機關 所有各機關 都保留嘛 所以扁案也保留 保留 好 一二五案 測案 就測就好了 還保留 反正還要表決嗎 一二五案測案 一二六案 通三案 不許處理 欸 一二四是 確認是 沒關係啊 那就是 他們在溝通嗎 說一下 拜託一下 不是啦 這個高檢署 已經說要解密了嘛 啊 之前的理由是說 因為高檢署 他有 這個加密 所以 現在說調查報告啊 又不是說 那個 現在調查報告 你做了一百五十五月 也是比這個高檢署 跟這個調查局做的都還比較 比較完整嘛 好 一二七案 維持凍結一百萬元 文字修正書面報告 沒有一件事通過 一二八測案 一二九一二一三零一三一一三二 通三不予處理 一三三 通三 不予處理 那一三四一三五 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一三九一四零一四一 這都五三是保留啊 保留這麼多啊 有啊 一三三的通三 一四二 一四三 一四四 全部都是通三不予處理 一四五 改凍結兩百萬元書面報告 沒有一件事通過 一四六 減列兩百萬元 這個我們有困難 有困難 來 那 李貴民委員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少減一點 那多少嘛 就直接講 減一百萬元嗎 減一百 好 好 減一百 好 減列一百萬 一四六案 減列一百萬 通過 那一四七案 維持原動結五百萬元 改書面報告 沒有一件就通過 一四八 一四九 一五零 一五零 三個案 通三不予處理 好 那個建議一四六跟一四九 沒有蓋那個國民黨的那個章還是要蓋一下 這個是委員會的 這是委員會的保留 是審查會的 這不是黨團的 好 一五一 凍結三百萬元書面報告 有沒有意見 這個希望啊 委員是不是可以策案啊 好 剛剛我跟司法院已經達成協議啦 就是我們病委員會決議啦 因為說明一下喔 這主要是因為就是那個 司法院的大法官事先會議 他們過去有做素記錄 現在不做 那我希望他們針對這個決定 剛才已經協商 對 剛剛已經協商了 就是說 那個 預算數不足以啊 就是希望給書面報告 並委員會那個動結數 然後是不是書面讓我們做書面報告 好 會決書面報告 好 那就一五一案 動結數 並委員會決議辦理 那 書面報告 沒有意見就通過 一五二案 動結三分之一 專案報告 一五二案是不是讓我們許處長來講一下 來 一五二 一五二 文治 來 一五二案可不可以改成這個主決議 我們就這個目前大法官審理案件 以及憲法訴訟法施行之後 當事人以外的機關團體學者專家 他參與事件程序的相關考量及實務運作的情形 來向這個司法及法術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好 好 這個部分喔 那個 冬結多少 對 冬結三分之一要做專案報告 其實 這裡面的重點喔 因為我們還是提到說 在這次像包括萊豬這個事情啊 竟然可以由 行 由政務委員就直接說 這個地方 定自治條例是違憲 那政務委員和大法官也沒有關係啊 有關啊 他指導大法官會議的部分啊 還有啊 總統也可以直接把大法官叫到他的辦公室去 這都很非常違法 誰叫到辦公室去 只會沒有但是知道啊 好啦 那這次的案子 蔡總統啊 暫時保留 蔡英文啊 真的在這個地方嘛 而且他講的這個 坦白講 是不是很主觀的東西嘛 是很主觀 然後 書面報告 好啦 書面報告 好 這樣不哭了 很好意思 好啦 阿沒有 因為我不是跟你刪解 前面那個案凍結20萬嘛 那這一案凍結30萬 這樣嗎 30萬 那這黨談提案30萬 多萬 6千多萬 凍結 有沒有 612萬 6百多萬 欸 凍結 100萬 齁 要書面報告 嗯 齁 讓他們說明的機會嘛 可以嗎 這樣啦 齁 好 可不可以讓我們動60萬啦 啊 書面報告 一成啦 一成啦 齁 百分之十啦 齁 動60萬 嗯 動60萬齁 啊 書面報告 好 通過 好來 153 通商主處理 154 來 主決議 沒有意見就通過 155 動結30萬 書面報告 沒有意見就通過 這個就併 併委員會 結議辦理啦 這個動結 不好意思 這個沒有要併委員會喔 因為那個賴委員提案 委員有特別說 這是獨立新增的 動結 30萬 喔 不併委員會是嗎 那之前也跟就是部會溝通過 好 那不併委員會 那就動結30萬 書面報告 156 通商不予處理 157 58 159 160 161 162 通商不予處理 163 欸 對不起 來 158 講一下 158 158 講一下 來 這個 這個我們覺得這個是 這個比較特別 拉出來 不是標 對啦 一億兩千萬的這個 宣傳費 因為剛才有前例的嘛 通商也是可以拉出來啊 對啦 這個是比較特別啦 因為這個為了要提升司法信任度 今年特別編了很多錢啦 一億兩千多萬 這個太多了啦 這國民法官法影響很大 我知道 他們就是要做這個 國民法官法的推動宣傳也是為了提高人民的對司法的信任度嘛 我覺得他們就是把石木欽案喔 新治的熟悉度 那一些拿人潰陣 還有天天跟人家去驗影的這些法官喔 查清楚喔 對國人喔 對司法的信任度喔 才有幫助啦 啊整天在那邊做大內宣有什麼幫助 國民法官法官 國民法官什麼大內宣 那這樣宣傳國民法官就是要取得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啊 對 我們國家一個這麼重大的司法事務變革當然要喊老百姓了解 這個 現在把案子 石木欽案喔 講清楚這個更重要啦 那一塊那一塊啦 好啊 我們每個人都卡石木欽 啊石木欽 啊那個影響多嚴重啊 石木欽在這兒我們沒有人很像他 我沒有人 對不對 沒有人很像他 啊啊說我們他們 那你以外宣傳可以啦 要宣傳可以啦 要宣傳可以啦 那個就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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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人匯贈 那個 本來就要調查 到現在還講不清楚 你就要調查 還要去編一億兩千萬 去做宣傳 好啦 我們不要正論這個 這屬於 這屬於什麼 這屬於沖山項目嘛 這不是啊 我們都說沖山項目 通山項目也可以討論啊 通山項目也可以討論 那是個原則 這是一億兩千萬元這麼高耶 請問推動國民法官支部 需要宣傳一億兩千萬啊 那是你全三耶 當然啊 全三啊 對司法的信心 對司法的信心 也不是最好宣傳 沒有那麼老百姓知道 這個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解釋 我們讓林秘書長來說明一下好不好 請林秘書長 先請民主黨說一下 你這個一億二花下去 你能提高多少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我跟委員報告齁 這個 那你那個石木欽案不講清楚 好 那對司法的信任傷害多大 那你自己兩個比一下 那你自己兩個比一下 林秘書長 你那個錢不是這樣買的啦 那自己買就買 我們目標是要提高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你該調查的報告 講不清楚 還前後矛盾 司法信任 不太可能透過宣傳 這個是因為要因應 那你就把它刪掉啊 你要因應實施那國民法官法 那你 七年以上的都要去那裏 那制度 何怡婷變成 講到國民法官法 我們要陪審制 你們就堅持要 就算你要陪審 農團沒陪審 他不會這樣 在前去宣傳 參審 好多好多好 你陪審也是要上去宣傳嗎 你陪審而已 那改成陪審我們就給他通過喔 好不要 大家冷靜一點齁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先讓邱總召 邱總召 擠手擠了很多次 擠了很多次 對邱總召來 先這個說明一下 現在是十年以上有群人之罪 就來當國民法官 齁 那去年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是省到三更半夜嘛 其實 這個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石木欽案跟國民法官 這有關係啊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把這個國民 能夠把它引制到 齁 這個法庭裡面來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大大程度的減少 這樣的狀況的發生嘛 那去年就是大家在這邊討論的時候 那民事長你還是很堅持說 喔 一定在十年以上有群人之罪 你看現在二十萬件的刑案裡面 他能夠適用的只有六百件啊 而且上訴到高等法院之後 齁 譬如說朱慶恩的案件 高等法院又改判有罪 上訴到最高的時候 哇石木欽在那裡等你啊 對啊 阿所以 就這部分的話 你愛 我看法院真的應該去思考說 能夠 讓這個國民參與審判 能夠更大幅度的 齁 能夠進來 然後才能夠去減少 像現在 這樣一個這個工程會的委員長 耶 都是最高法院的庭長耶 然後 發生這樣的事情 阿基層法官是已經 齁 那個你自己看法官論壇 你都可以進去看 法官論壇裡面 變基層砲聲隆隆 人家 基層的法官齁 已經 都 那個城市 那個 都已經到六親不認的地步啊 結果最高法院的法官 竟然 是這樣 這當然 讓大家很沒辦法接受嘛 那 我剛剛提的那個 案子 我覺得這個是為了施法院好 就是說 你上去嘛 調查報告應該要公開嘛 你做一個155月的調查報告 結果你沒辦法跟國人說明說 到底你的報告內容是什麼 好 就讓林秘書長 中華 說明一下 那個 國民法官法通過以後當然就是 我們希望國民能夠普遍的能夠認知這個制度 而且 讓他們有好感 那希望說 接到通知的 那個 候選國民法官啊 都能夠多數都願意來 當國民法官 那個 所以 這個 不得不宣傳啊 希望說 呃 大家也不贊成國民法官 就不在這裡浪費時間了啦 但是你 變一個一億兩千萬 實在是太過不天龍啦 還要拍電影 還要做動畫 還要做遊戲 這也太離譜了吧 你要宣傳國民法官還要拍電影喔 還要做動畫 還要做遊戲 所以 一億兩千萬 你不要全數刪除 你要做宣傳 可以 那不然就刪一億 兩千萬很多咧 兩千萬很多咧 你只是拿來宣傳國民法官這個新的制度不是嗎 你不要拍電影 你不要做動畫 你不要去做什麼電視 那個線上遊戲 手遊 你就可以省下一億了啦 對啊 他這些形式 都是委員跟其他外面人建議的 不是啦 是他提的 他提的報告裡面就有的啦 什麼委員建議 他這個不懂不懂形式嘛 我不是立委 我講的不是立委喔 是外面人 你說立委建議 他有些要劇情模擬 譬如說他這個案子怎麼發生 那如果你是國民法官 他你要怎麼判 他做很多模擬啊 不然我現場我們看不可能 那這個宣傳無法 現在講一次宣傳 你不要花那麼多錢 你不知道要怎麼給 拜託 你這樣宣傳的效益 到底是什麼 我沒有立法 你誰都要做 沒有人建議說 檢列多少 檢列一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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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提案是檢列百分之十 然後凍結五千萬 檢列百分之十 一千萬 保留 全沒法 事實 都是小amam 保留 不要吧 如果現場沒有這件事 不能 ике 主事 抱歉 幫民眾黨講一下 返年的 對不是153啦 我剛剛153案就是主席是直接說是通商不予處理 但是現在我們在討論的158案 其實跟我們153案其實是一樣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 對我們這邊是要求的部分 其實當然我們是希望說要有一個專案報告 這個專案報告是要說明 他各項的這個宣導方式的預期效益 那還有他的KPI 所以在這部分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案子拉回來 來做討論 因為剛剛這個案子你通商不予處理就跳過了 就是可能誰也跟剛剛這個158案不一樣的地方 158案是講簡列 那我這邊的話是凍結跟專案報告這樣子 好 那這個153案 153案大家意見什麼 就是高委員 就他這邊有寫嗎? 他說2000萬這就不要是做電影的動畫遊戲 這就刪掉了嗎? 然後 然後 來 沒有建議啦 等著 我是建議就一案一案談 因為我想凍結部分我們是要求要專案報告 那簡列的部分可能預算簡列就簡列了 好所以我們要求的是說 現在是幾案? 153 因為剛剛153被跳過是因為說 153是通案的 稍微邏輯會不太一樣 有凍結嘛 有 檢列的部分並案 對 檢列部分我建議你們可以並案 好 凍結的部分歸凍結專案報告 到底你們要做什麼? 做什麼宣傳? 做哪一些宣傳? 人家像那個 那個153案它是維持凍結啦 所以我看 是不是這樣 這個時候高委員 你那個凍結是不是併委員會的結議辦理 因為委員會它凍結了五千多萬 可以不可以併案? 然後 就請他 弄一個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的部分是我們堅持要求的 好 那這樣的話 檢列的部分 我先請教林秘書長這樣同意嗎? 那個先 檢列等一下沒關係 檢列等一下 就是凍結跟檢列分開來談好了 檢列就沒有所謂凍結 要不然專案報告沒有關係 那你153案沒有講到檢列咧? 153案是凍結 158 國民黨團的158才是檢列 我們先處理153 先走153 因為153可能就是 凍結併委員會結議辦理 然後 這個專案報告 他求專案報告 然後文字的部分 我請那個就是 助理先修一下給我看 那個可以 報道院長 秘書長已經同意 沒有 報道院就是 併那個委員會的凍結術 院長 然後我們 等一下 專案報告 討論我有點意見了 因為 事實上凍結跟刪除 不可能是分開討論 不是啦 現在因為報委員 因為有凍結 我們現在談刪除啊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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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 153先處理再處理 因為我們是 因為我們要刪除啊 對啦 現在不是處理158 現在153 我知道 因為我現在就不會有凍結嘛 蛤 你知道的意思嗎 沒有 就是說如果最後這個預算 全數檢列成功的話 當然就沒有那些事啊 這個一定是病案處理啦 所以要一起討論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可以啦可以這樣子 沒有沒有 我們講清楚一點好不好 簽約案超過凍結 那個 到底要刪多少齁 大家先談 很理性的談齁 我告訴我齁 你要專案報告就要專案報告 也應該面對 就是這樣嘛 那就不 無所謂不凍結 要來專案報告就要抬囉 對對對 就是 沒有說 刪完以後再 再動 那都沒有 沒有啦 就先刪剪片 刪掉了 再來專案報告 OK沒問題 那刪多少 我們來談一下 是啊 你先談一下 一半啦 做咖 我覺得做一個 務實一點 不要那麼花俏 因為又要拍電影 又要做遊戲 要動畫 再次重新 這真的是浪費人 好啦 所以他敢會看 恭喜我們中 三一半啦 和民秘書長那邊討論一下 那很沒有信心說 司法要做出來 我到底的小孩子會喜歡看嗎 那個手遊啊 遊戲啊 也沒有必要 這是沒有必要啊 那個邱總召 邱總召我是蠻驚訝 你在那個國民法官法的協商的時候 你問說陪審要增加多少的費用 他們那個時候講的 對是兩億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嫌兩億多 所以他不做陪審 然後這個地方他嫌兩億多 他又花一億二去做宣傳 怎麼沒有聲音呢 很早欸 因為他好像說一個八億一個五億啦 再差三億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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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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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